我們現在後面就是妳的可可圓 對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採收可可 可可是乾生果 它就在樹幹上面 它只要是黃的就是熟了 黃的就是熟了 這邊都有剪子 OK 有 就準備地桃 把它剪下來 好多 那就 我們就分成 兵分兩路 兵分 我剪這邊了 誰要跟我 好 我跟老闆 跟我走 老闆很可愛 老闆很可愛 我們就從這邊 我們跟老闆來這邊 來 你看像這個 這就是黃的 這個是黃的 這個 對 白莓 其實是差不多可以的 像這些都是它的 小可可人豆 這個小果 要蔬果 差不多五個月就可以剪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黃色的果 它大概就差不多五個月了 五個月 地桃的嘎感 我們就可以選 這樣 就是 對 就是那個黃手的 這個 那個可以 這個已經 那個就是 那就是金菇吃的 金龜子吃的 金龜子 它挖一個洞有沒有 這要留著還是要拿下來 剪下來 剪下來的 那在這邊的 會看到我們的脖子 其實是不漂亮 真的不漂亮 橘子就好 這麼大嘴 對啊 然後這個就還要嗎 要 這個是要的 它裡面的種色 是好的 OK 對 這個都黃的 對 那邊兩色都黃 像這個就是黃的 金龜子 中間好像也有黏在一起 收成了 長高 它都是螞蟻 有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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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嗎 可以 這個都是病蟲害 對 它是兩個黏在中間的地方 那個地方不通風 對 他們喜歡躲在那個不通風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很怪的東西 好癢 被螞蟻攻擊 對 黃過頭的 黃過頭的 這應該是黃過頭 這個應該 這個是絕對是可以採收的 應該有 這一鍋也有 它就是長得很漂亮 這個漂亮 這一整串的 對 不過它就是長得 不是多好看的 對 一整串的 誇張 你看這個 太多了 對啊 剩下的 現在看到的綠色的都好 都還沒 很辛苦 那它是一年四季不斷的在解果嗎 對 一年四季不斷開花 不斷解果就對了 對 這黑黑的是什麼 黑黑 這就是 那個 桶子加太多了 就是那個表皮 它一直釘 一直釘 釘得太密集有沒有 對 所以這一片就會變黑黑的 但是裡面的果實都還可以 這個裡面目前 像這一顆目前裡面 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怎麼樣 還沒怎麼樣 對 它外皮還滿硬的 不要說 像這個就無效了 黑掉了 像這一顆 這個很 這個是完全不掉 已經吃到裡面了對不對 那個表皮已經壞掉了 他們應該知道裡面很好吃 他們知道是知道 可是吃不到啊 對啊 因為這個要咬進去 不好咬 這邊有一顆 這裡 老闆娘旁邊 來 看它都黃的 我看了一個好像是已經壞掉了 壞掉了嗎 沒有了 我覺得我全身好癢 好多螞蟻 對 很多螞蟻 對這種會有一點 不是 就是看到就會癢 看到就會癢 看到當然就會癢 自然反應 但是是好的 我的意思是 我來比對一下 這個是很黃 對 很黃就是這 其實這一顆已經很熟 已經熟透了 這一顆也已經熟了 但是它差別在哪裡 它的熟度不同 所以這顆裡面的果肉比較多 剛剛我們吃那個白色的果肉 很好吃有沒有 越熟的果肉會越少 對 它紙會越大就對了 所以這一顆的果肉就比較厚 OK 那這一顆最棒了 那顆等一下我們剖開的時候 可以吃 我看那邊還有紅色的 有 不同品種嗎 對 你看它的可可就是紫色的 陳妤 它剛找出來的就很紫色 紅紫色 這種顏色以後成熟 對 它會帶一點橘色 所以要看到橘色才算是熟的 對 所以它這一批都還沒有 目前這個都沒有 那風味 味道會不一樣嗎 紅色的品種 對 紅色的品種 對 紅色的品種 有稍微一點酸酸 好 紅色會帶回去 稍微一點點 你先會比較喜歡這個 多一點點酸味 那黃色 一般的這個就酸味少一點 對 你看它還會像這樣 有沒有 這一顆粉紅色的腮 粉紅色 像那個 這個 女孩子 有點腮紅 很漂亮 然後你看這個花 這麼小小的一種 它有花 這麼小有沒有 這個花之後會長一個 小果實 小果實 它這個跟秋葵好像 很像 也是從花變果實 現在我們就可以採收 像這樣都可以採收了 試試看 好 我試試看 就剪這裡 對 OK OK 好多螞蟻 我們是有機了 所以有很多種 真的 有機 有機 所以這個是甜的 不然怎麼會有螞蟻 對 這個也有一點帶綠的 那個沒關係 沒關係 可以的 都可以了 這個小顆也是可以的 這個小顆也可以 你這樣 來 你越來越厲害了 有 像我的小幫手的 謝謝 還有蝸牛 對 所以這個都不會影響 那個可可嗎 不會 它生命力很強 對 它們進不去是不是 對 這一顆還有三個 它好會長 你越來技術 越高潮了 謝謝 謝謝 這個小小的 可以 好 好 這些其實這個鎖子 說實在 它不應該這麼醜 不應該這麼壞 它的表皮應該像 你剛剛那一顆 像這樣子的 對 熟透了 不是 它表皮不會有傷 不會黑黑的這樣 對 如果一般正常管理得好的話 它應該是這麼的漂亮 所以你沒有 對 因為我太忙了 太忙了 沒時間 什麼叫正常管理 正常管理 要幫它做什麼事情 可以讓它正常管理 正常管理就是該 譬如說該防治 我們講的那個 茶角盲春相掃的話 它就不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對 整條路很漂亮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做 我們是從產地到餐桌 通通一條龍座 而且你要它的內在 對不對 它的內在健康是比 外表漂亮更重要 對 對不對 對 現在消費者會慢慢的 比較有那種 當然 觀念好 現在你的菜 去餐廳買菜 你的菜沒有被蟲咬 不太好 這樣不太好 對 本來要找那種被蟲咬過的菜 對 對 現在有那種意識了 對不對 對 飛哥放這裡 對 沒問題 所以看得出來你這邊的可可素 雖然我們第一次看可可素 但是我覺得你這邊可可素 是非常健康的 我要 我要再多加努力 對啊 這個是什麼 白茄子 白茄 什麼白茄子 我們上次好像有吃過白茄 白色的茄子 對 白色的茄子 白色的茄子 它的皮比較軟 比較軟 比較軟 對 比較軟 主委 你看這一顆 這個可以 對 像這一顆就無效了 你看這顆這樣有嗎 這個就刨掉了 這裡面是無效的 對 那這個要把它剪掉嗎 這個也是要剪掉 讓它落地就好了 對 好 我來 你就不要去碰它就好了 好 這個我待會兒再來把它剪出去 把它剪出去那個圓區 不然它那個已經壞掉 我們還是要把它 讓它離開這裡 這個應該還可以 沒有 中央是這個 火石只要還OK就好 它不會上到裡面 這兩個都可以 這個可以剪 還有嗎 好 差不多了 還有嗎 可以 你看 你看 這一個 這個熟了嗎 熟了 橘色就熟 對 要剪嗎 對 剪 你看它稍微有黃色有沒有 一點點 這也可以剪 但是我們基本上 不要剪 為什麼 我們要把它讓它比較 更成熟一點 讓它的可可油脂 更多 我們要的是它的可可脂 脂越多 我們的經濟價值會比較高 對我們人體健康更高 可可我聽說對身體很好 對 它裡面的很多元素 就是美 對心臟很好 育氧化大年 肝氧化大年 肝氧化大年 可可一年可以裁幾次 整年都在生 只是說它有一個桌旗性 兩個桌旗性 這個螞蟻球多 這個很甜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 這算標準的 有的還會到一柚的 這一顆是標準的 基本上標準就這樣 這個的外面又不一樣 就是有 剛小顆的時候 是被蟲蟲咬的 它已經修復了 一個結痂這樣 了解 然後再來 還有 這一顆也可以 老闆 你現在是在蔬果嗎 算把它蔬果掉 它有時候太多了 好 我的籃子好像要裝不下 對 我們這邊剛好有在曬豆子 這是什麼 要不要來看一下 好 要 來 這個就是 對 這個就是已經發酵過的 這個洞 曬豆 那這個拜完豆的話 就可以去烘焙了 好 這樣可以吃嗎 可以 它有巧克力的香味了 已經有了 我跟你講 它的味道跟 烘焙丸的味道 結然不同 酸對不對 酸就酸又苦 好 但是吃巧克力的香味 是嗎 志偉 你沒有 你覺得沒那麼苦 我會苦 對 每一個人 吃還是好吃 每一個人對苦味的感覺不同 好 那烤完的豆子 又不一樣 先記著這個味道 好 等一下再去吃烤過的 好 這樣要曬多久 要曬到它的水分大概剩下 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左右 我們就把它收 我們可以還昏的時候 再來幫你收嗎 還昏喔 你要選這個時候收嗎 就把它裝進去 吸給這一區 來 吸給這一區 來 你要收來 你要收這一區嗎 就用手把它裝進去就好了 對 好吃 好吃 對啊 它真的好吃 這很像腰果 對 而且 這個有的人講 這一個時候的能量 最好 真的喔 比好過的能量 妳有去研究過 是誰發明可可豆可以吃的 可可豆在 其實在幾千年前 那個瑪雅文化那個時候 就有人使用 他們就在吃可可豆 真的喔 真的喔 他們只吃那個外面那個甜甜的 那一部分 那個好好吃 那個補肉而已 他們還沒有做到這一部分 是嗎 但是他們吃的時候 吃完 你一口飽就把它 賣不怕 對 他有用火的習慣啊 用火的 對 就胃在扛網 對啊 結果那豆子就丟丟丟 不小心就丟到那個火堆裡面去 就香香的 是嗎 等一下喔 它會爆喔 他們發現這個豆子 所以就吃到爆米花的油來 不是 怎麼會那麼的香 那個味道怎麼會那麼特別 有沒有 然後慢慢的他們又發現 含的一些問題 對身體最重要 吃的對身體很好 對 尤其是對於那個 心血管會不錯有沒有 真的喔 對 多吃一顆 這個東西那個時候 我前人才有辦法吃到豆子 那時候瑪雅文化的國王 他這個豆子吃一吃 他後宮都很多人 好 那趕快再吃一顆 快點 我來我來我兩顆 真的耶 好吃 好來 我們再帶你回去 走 好 這個帶綠可以喔 可以 可以 這個就很大顆了 嗯 這種好大 不一樣 這個是目前今天最大顆的 這算如果以今天來講 這個是屬於終極 還有比較大超這麼大 1.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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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個這個 這個差不多 400 0.4公斤 差不多800公斤左右 差不多800公斤左右 所以1.2公斤有很大 對 1.2公斤就是 1.2公斤很大 然後現在我們往前這一顆 你看 它長到那裡去了 方便去了 它會自己掉下來嗎 不會 不會 它成熟以後 你如果沒有摘 它會黑掉 一直到很久才會掉下來 它完全不會掉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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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憲哥 好了 我們要走了 我好了 OK OK 好 憲哥 來 為什麼我們採的東西不太一樣 好 這個 你採了你忙 要不要吃一顆 跟你不一樣 吃一顆晒過的巧克力豆 晒乾的 直接吃 好好吃 就這樣吃喔 好好吃 苦苦的 好香喔 好香喔 老闆娘說吃了 後宮會有很多 後宮 就是老婆會有很多 懷加入快加入 請問今晚住誰家 YouTube會員一起支持我們喔 坐在沙發上 把台灣徹底玩一遍 這樣的夢想 我可以陪你一起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請問今晚住誰家 趕快來訂閱喔 打開 好 李宗誠 李宗誠